中药材因中国多地爆发冠病疫情内需不断增加 加上各国争相购买 导致我国一些中药材的价格上涨高达四成 本地中药行观察到尽管本地的疫情趋缓 国人对中药材的需求仍强劲 甚至比疫情前还要高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川贝 玉竹 菊花等 卑视为纸和话坛清单瓶目的中药材 普遍上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 受访中药材批发商表示 上个月部分药材如连翘和北沙生 价格一度回落几毛钱 不过如今却出现竞价抢货现象 中国北京跟上海的疫情又在升温 所以很多很多的药材都陆陆续续的 到了那里去应急了 而我们新加坡这里 我们在采购方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给多 好像说十块钱一公斤的那个药材 我们要给多一块钱或是两块钱 给那个供应商 让他把一些药材让给我们 位于乌兰这家中药行表示 暂时不会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并指出顾客经历了疫情之后更注重健康 中药行表示 为确保中药要充足 需要向同行捕获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 和北厚要充足